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高贵美男榜出炉 肖战亚军 李宪 王一博紧随其后 内地娱乐圈十位男偶像 杨阳 肖战 于是李宪 陈毅 王一博 宋威龙 任嘉伦 魏哲明 龚俊 凭出众五官 优越身材展现高贵气质 各具特色 深受喜爱 人类是一种依靠思想而生存的生物 通过思想及其同情感 意志地相互推动 不断实现审美生存的各个阶段 生命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相遇和告别的旅程 我明白花开意味着花落 我们喜爱张国荣 正是因为他那迷人的气质和罕见的非凡品格 以及他身上独一无二的气质 忧郁 高贵 典雅和从容 他的每一个动作都透露出完美无处不在 大家好 现在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内地娱乐圈中十个气质非凡的男性偶像 看看是否有你们心仪的哥哥 易洋洋 他自幼练习舞蹈 身形笔直 姿态卓越 面容俊美 五官立体 散发着一种天生的优雅气息 它是天生具有正宗率脸的象征 而且凭借其在戏剧中特有的风度仪态 成为众多现偶导演的首选 他那笔直的身姿和优雅的举止 仿佛是一位出自古代画卷的翩翩家公子 令人一见倾心 仿佛穿越了千年 他在日常活动中出席时 穿着非常体面 无论穿上西装还是休闲装 都能展现独特的风格 营造出贵族公子般的气质 二 肖战 肖战的气质较为温文尔雅 但有时也能展现出高贵的风采 他的五官精致 眼神清澈 笑容极具感染力 在陈情令中 他所扮演的魏无羡 早期是个放荡不羁的少年 在经历了一系列磨难之后 他身上多了几分沉稳和坚韧 这种气质的转变使他的角色更加饱满立体 他在一些舞台表演和活动中表现出举止端庄 同时也散发着高贵的氛围 二 于是 因为电影《风神》的热播而广受关注 他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阳刚之气和贵公子气质 他的五官深邃 眼神坚定 再加上长期锻炼出的健壮身材 使他在众多男演员中格外引人注目 他在一些活动场合的造型和表现 给人留下了高贵帅气的印象 四里线 他拥有高大的身材和坚毅的气质 长相属于十分引人注目的类型 他在时尚活动和影视剧中 能够出色地展现角色的高贵感和精英气质 他在亲爱的 热爱的中扮演的韩商严 表面上冷酷 实际上内心火热 散发着一种霸道总裁的气质 此外 他在一些活动现场的穿着和表现 也展现了高贵的气场 五诚意 诚意在古装剧中的仪态和气质都非常出色 他的古装造型尤其令人惊艳 在琉璃中 他所饰演的与思凤深情内敛 散发出一种清冷的高贵气质 他的表演非常细腻 能够精准地传达角色的情绪和个性 使观众对他的角色留下深刻印象 六王一博 王一博拥有独特的个人魅力和气质 他出众的舞蹈才华和对舞台的出色掌控 赋予他一种自信的气质 他在一些影视作品中 如陈情令中的蓝望鸡表现出内敛而有力的表演 散发着一种高贵的冷艳气质 他在时尚界的表现出色 能够完美驾驭各种时尚造型 七宋威龙 宋威龙身材高挑 长相英俊 兼具少年的俊朗和贵气 他在青春偶像剧和古装剧中表现出色 成功地诠释了角色的特质 在凤囚皇中 他饰演的戎指绝色复黑且富有谋略 身上散发着一种高贵的气质 八任嘉伦 任嘉伦的演技非常出色 尤其是在古装剧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他古装造型风度翩翩 气质儒雅 给人一种古代贵公子的感觉 无论是扮演锦衣之下中的陆毅 还是周生如故中的周生辰 他都能淋漓尽致地展现角色的高贵气质和深情 九位哲明 魏哲明长相英俊 散发着温柔的气质 他在一些影视作品中 所塑造的角色形象也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他的表演自然流畅 能精准传达角色的情绪和个性 展现出一种含蓄的高贵气质 施工俊 工俊身高186厘米 四肢修长 身材比例优越 这样的身材条件使他在人群中格外引人注目 他能够轻松驾驭各种风格的服装 无论是古代服饰还是现代服饰 都能展现出强大的气场 例如在某些活动中 他穿着西装出场 身材高挑完美展现了西装的挺瓜 给人一种高贵的绅士气息 这些男明星能够始终保持永恒不变的高贵气质 源于他们出众的五官 优越的身材或对镜头天生的表达欲望 生动自然而不搅柔造作 温和纯净宛如天生 能够在成熟风格与少年气息间无缝切换 极具辨识度 这种张力在于表达自己丰富多样的内心情感 并且能够以此触动他人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评订阅 请不吝点赞评订阅 请不吝点赞评订阅